再另外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話一樣是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學生成績 那學生成績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雲端的試算表 在Google試算 所以如果要取得這個檔案並且練習的話 請你下載格式的時候 它這邊沒有TST 怎麼辦呢 請你選CSV 那其實CSV 它本身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一個 把它當一個純文字 差別只是說它的這個儲存格跟儲存的東西是逗點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下載 你記得在這個學生成績把它下載成CSV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你一樣在這條路上顯示 那你一樣可以按右鍵 去開啟的話 也許你用記事本來開好了 OK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用什麼 點兩下它一定會用那個 那個Excel開 Excel一定是亂碼 為什麼 因為 Google的用的編碼是YouTube 8 那 微軟的話呢是用 ANSI 其實就是Big 5 那你一開一定亂碼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不亂碼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呢 直接把這個檔 按右鍵 開啟檔案的時候 記事本把它另存新檔 這邊編碼方式改成ANSI存檔 就不會亂碼了 就不會亂碼了 OK我們存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好儲存 這個存檔有沒有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就沒有亂碼了 為什麼因為就是微軟跟人家不一樣 OK所以不能說微軟跟人家不一樣 來講的話 他們的編碼方式就 所以這個可能要輸一點 裡面的話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四個欄位要讀到哪裡呢 讀到就是我們的Python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特別最後乾脆我還是想把他按右鍵 開啟檔 因為剛剛主要是給各位演習 我們一樣把它改成另存新檔 一樣用UTF8好了 保持他原來的狀態 然後再把它存回去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然後中間用豆點割開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第一個 我要能夠把它開檔 開檔一樣跟剛剛一模一樣 只是路徑不一樣而已 檔名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一樣realize 把他讀進來 然後呢 可能要把他spread 切開來 那切開來的話 因為他有四個欄位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我給他四個串列 因為有的時候說真的要寫簡單的程式的話 大概就這樣 就是用realize 有沒有這個一樣 把它放在list 然後呢 因為我會有四個欄位 那一再想說用什麼方式最好表達 乾脆用Excel ABCD 為什麼叫ABCD 因為在Excel裡面 他這個欄位名稱呢 也是叫什麼ABCD 有沒有就像ABCD 所以我就 受到他這個靈感啟發 所以我乾脆用ABCD好了 意思是說我建了有四個串列 那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寫四行 不過我是建議你寫成這樣 不然的話你要寫四行感覺會空很多 感覺就是會覺得好像那邊應該把它縮小 所以我把它寫成這樣喔 OK 這我查了很久 終於查到 我剛開始實在是不知道怎麼 因為想說這個要怎麼串 所以如果寫四個你可以A到點B 後面一樣的是四個 這表示說你建了四個串列 意思類推 以後五個就五個 所以這一招可以學起來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應該夠簡便吧 給程式也不會變得很長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輸出 我先print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輸出的結果 第一個我要把結果列印出來 第二個的話要把總分跟平均算出來 還要怎麼做 但第一步我們先把底下這一塊print很簡單 其實就怎麼樣 把它4回圈 然後從什麼 從i等於range range的話因為我避開什麼 避開這個 第一列 你想說為什麼要避開第一列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計算 所以計算的話 那如果我把藍位名稱也放在串列裡面 那我就沒辦法計算了 所以我就for range 從1不要從0 因為0的話這種藍會避開 然後到最後一個 總長度 ok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東西print的出來 分別print的這個結果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就是切開來 因為呢 這一個裡面有沒有 有四個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它用spread的切開 放在例12裡面 那所以例12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姓名 第二個就是國文 英文 數學 所以我分別把它append到 a到b到c到d 另外的話這邊呢 因為國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都是文字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給它轉型 將來加總用sum就好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後這邊 因為數學後面有個strip 主要是什麼 去掉換 這個跟剛剛一樣 所以abcd四個欄位 資料就放進去了 ok 那我把它print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用這邊把它print的出來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把資料放在abcd四個字串之後 如果要計算底下的總分的話有沒有 這個地方國文總分很簡單 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國文總分這邊有一個總分的整數就用什麼 用sum就可以了 那sum的話 b欄嘛 b欄就國文 這樣都ok 平均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上除以它總共有幾個 其他都一樣 cd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又延伸出去 然後把剛剛只有一個串列 變成有四個串列 那以後如果有更多 反正以時類推 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有一些大量資料 從外部 像excel 你要把它放到那個python裡面處理的話 也就可以如法炮製 用類似的方法來完成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程式碼 我有放在雲端上面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但是還有第二個階段 如果我希望 請你告訴我 國文最高分是誰 英文最高分是誰 數學最高分是誰 這個就麻煩了 那要怎麼樣知道哪一個是最高分 ok 那當然 如果你不知道 有更簡單的方法 要不然就怎麼樣 寫一個回圈 在回圈裡面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反正呢 先抓 預設值0嘛 那你先把什麼 把第一個成績 跟0比下 第一個一定是先留下來 就把最高的留下來 再跟 第二個比 最高留下來 一直在一推 那留下來一定是最高分 不過 這種寫法 好像 蠻複雜的 變成你要在 這個回圈裡面 再做那個邏輯判斷 ok 不過可以想想看 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它那個 就是內建的函數 有一個 函數就是 可以去找到誰最高分 的位置 然後把它留下來 這個請各位試一下 先完成這部分 那至於最高分 我想難度就更高了 所以先完成這邊 主要就是先把 那個 這個 這個 學生 這個 成績的這個 這個 這個 CSV 直接把它開起來 CSV你其實跟 TSD一樣 然後呢 再 產生 四個串列 分別 把資料就把它 print了出去 試試看